童风浩 已经死了 姓紫切 又被鬼王刀抢先了一步 来这里杀过人 倒也就不难查了 怎么会这样 死了 童风浩也死了 这是怎么了 难道 鬼王刀不只要杀玉露春 还要杀我们所有人 这些问题呢 就大家问问鬼王刀 也就知道了 李神医是找到凶手了吗 诸位 可否让我闻闻你们身上的味道呀 闻味 师兄 李神医不但医术了得 难道还长了只狗鼻子不长 东方澳屋里满是芙蓉膏的味道 在屋里杀人 自然身上会带上这臭味 所以一闻便知了 请大家把手伸出来 请大家看 请大家看 红尘 请大家看到